即是譬如去梳規是一個數字 這裏有堅定係數 06年是0.362 11年是0.385 其實是想念什麼呢 你見到數字經歷了之後上升了 你只可以歸納到 更不公平更不均 那就叫做你認識了堅定係數這個概念 後面那些叫你解釋的原因是後面的概念 如果是譬如MC會怎樣呢 MC一樣的 這裏可能有多少少要求你知道 他統計堅定係數的時候有什麼特徵 譬如這一條 上面有一些建議我們先飛過去 接著他說這些建議哪些是會降低香港 按稅覆利轉移 後的堅定係數 OK 那就是說 其實這個後字是什麼 即是包括 我們知道的稅和福利轉移 福利轉移即是福利 OK 稅和福利是會令到一些人的 那個生日不均的程度 是會有些轉變的 因為稅其實是一種 稅和福利是一種調整生日不均的手段之一 譬如有錢人在他身上抽稅 令到這群有錢人的可支配收入 就會減少 OK 然後將這群有錢人的稅 就搬到窮人那裏 所以窮人的可支配收入 就會因為這樣而上升 所以你想一下 那就是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 就會因為 窮的多了 有錢的少了 所以收窒了 行不行 OK 所以 這個是一個手段來的 現在他就說 這裏哪一樣東西是可以降低 那個堅定係數 即是說這些稅和福利 是可以令到 不均的程度 是減低的 OK 即是說要是有錢人少了錢 要是就是窮人多了錢 OK 所以我們上去上面看一下 喂 公屋輪候策上面超過五年的人士 OK 在公屋輪候策 就會提供現金補貼 OK 你做這些堅定係數字題目的時候 就要想清楚 這些東西是對有錢人還是窮人 有影響 還是一起有影響 OK 好了 譬如現在公屋輪候策給了一些提示 我們 賺得高屋的人 有資格申請的 就是窮人 就是低收入人士 OK 你比現金追跌他們 他們的收入高了 所以 這個應該是OK的 OK 接著 第二個 將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由60歲 提高至65歲 OK 那即是怎樣 長者一般來說 是會代表什麼 什麼的組群 因為長者他們工作的年齡 已經到了退休年齡 對不對 好了 他們到了退休 那即是他們的收入 整體來說 不是所有長者 但整體來說 應該會跌了 OK 現在由60歲 提高至65歲 那即是他們 合資格 拿這個 補貼的 會怎樣 合資格 即是如果我是61歲的 以前 我是可以拿的 但現在新的勢度之下 我是不可以拿的 換句話說 其實他們整整的收入 就會跌了 OK 這些窮的人 他的收入跌了 就不是在幫忙 OK 應該是把貧富完全拉闊了 OK 好 最後 最後一個建議就是 將標準稅率提高 好了 我們之前學過的話 有印象 標準稅率就是 高收入的大工者 用的 低收入的大工者 就用這個稅階 OK 所以標準稅率是代表著 高收入人士 高付稅 OK 富人 好了 有錢人 他們的稅率提高了 有錢人交的稅多了 有錢人的收入下降了 OK 符合了我們想做到的事 收集這個收入不均 所以答案就會一生一拜 OK